所以要請老王幫我們來做解讀 今天台北股市大跌了125點 大家以為人家是外資台的 結果外資盤後公布出來只賣超了60億 很顯然如果從今天漲價概念股一檔一檔都中劍落馬 包含了MOSFI包含了整流二極體來看 今天好像有一點是這內資自己下自己的踩踏事件 就讓人聯想到昨天捷運上 有人看見老鼠開始尖叫 結果隔壁車廂的人都以為是有壞人來了 是有人殺人了 大家都開始瘋狂的逃命 所以台北股市現在到底是發生這樣的一個 踩踏槽的事件 還是真的未來可能會出現一個 比較明顯再次上下回落 這很有趣 人家說要擊潰台灣只去派出一隻老鼠 那我們要擊潰台股 只去派被動員券出馬就好 今天看到被動員券早上還是很大漲的 後來這個華新科我們說指標股 開始翻黑之後就一路中錯了 那其實指標股意義很大 因為像大K我們上禮拜有做這個聯發科 這個專題 就說聯發科它是全資股的最後一棒 大家都跌跌到剩下聯發科 那今天繼續跌 那整個標股我們說這個浴金光 還有這個被動員券 跟我們前幾天提到那個矽晶圓 誰是最後一棒 就是這個被動員券最後一棒 所以大家想說矽晶圓昨天垮了 沒關係我還有被動員券可以依賴 結果今天發現被動員券怎樣 也垮了 就會造成怎樣 後面你看OTC整個殺尾盤 那OTC殺尾盤之後 大盤當然也會殺 其實我覺得如果是要死不死這種狀況 散戶不太會害怕 他們還是暴老 可是當發現大家都在跑的時候 今天我覺得很大機會融資會去砍 很大機會就融資 因為產物都在怕了 最強的被動員就在倒了 那我們說到底這個結構是這樣 先來講這個好了 因為今天長這個 長到太陽人 你覺得這是一個合理 就讓人覺得對這個大盤更沒興趣 對這是一個合理盤式 今天合理盤式要往上衝 是一個族群是靠太陽人嗎 當然不太可能 這只是跌升反彈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大盤 這是加權指數的部分 上次我們講過如果跌破1萬1 跌破萬1就會有萬1 就會往下跌 那一直跌 兩天前我們來說 這條是上升趨勢線 那大家可以特別提醒 這裡也是一個帶量的長黑 跌破這個就再一次跌破這個 我們說你就要很小心了 只要他站不過這個高點 上次我就寫怪10873 他就繼續往下 那顯然一直往下看的時候 你現在就只能看這個支撐 就是4月底的支撐 這個10478 這個地方看能不能做一個防守 其實我覺得很有趣 很多人現在在等什麼 你知道嗎 今天早上以前在等利空出徑 就大概說我們中美貿易戰 會不會利空出徑 對不對 那也要等到明天啊 最快要等明天 你還沒等到利空出徑 你自己可能就先致敬了 因為今天先跌了 所以我倒認為你這邊不用著急 那你什麼時候 能夠往上 第一個當然來到這個支撐 你可以看有沒有支撐 第二個當然 一樣你去吃掉這個大量的長黑 這個10873 而且更重要你們發現 量大累積圖 大量一直都在這啊 要上去很難 而且有一個重要的缺口 缺口 我們講很多次了 缺口沒有封閉 這個大盤就目前來看 都沒有犯多的可能 但短線有沒有機會 真的來一個小反彈 就第一個先看這個支撐 第二個看這個是RSI指標 你看他過去碰到RSI 碰到820以下都有順利反彈 那這一次前幾天那個紅K 暴復性紅K的前一天 你們可以直接回去查 剛好來到20以下 那是不是拉一根180了 可是今天跌好像還沒到喔 現在是27左右 對還沒到喔 所以你如果就技術指標 還有一段距離 還稍微再等待一下 而且老王的意思說 大盤目前還沒有這個 完全的落底 對對對 還沒有完全的落底 可能未必會像2月初那次股災 這麼快就反應完畢 也不會那麼早 因為下面你至少要先測這個10478 我的重點就是你這個地方 要守住 才有機會再做一個反彈 這個地方要不守不住的話 我們看量價累積組 下面是整個空的啊 就來測那個10189 是比較危險的 是OK 好那看OTC喔 OTC 我們禮拜一有來談過 OTC就是跌破這個大量嘛對不對 那我跟大家講得清楚 跌破這152之後 他就轉跌了 因為這個大量真的 那就一路跌 那當時我們算這個等幅測距 順便是5點嘛 因為大家可以問 那我說5點的話 跌下來大概147左右嘛 152減5 今天低點已經來到146了 所以就短線來說 激素性 OTC的話已經來到等幅測距滿足了 剛好那邊低點是145嘛 也還差不多到空間 重點這個RSI也來到-20了 所以就OTC喔 我反而覺得OCC OTC會先彈 短線比大盤的機會還要大一點 因為如果今天又是融資坎的話 當然第一個明天 這個OTC有反彈 可是我要再強調一次 我們現在講的都是反彈嘛 我們並不是講要回升喔 因為你回升前面有看這兩個大量嘛 至少要再站回去 你再彈回升會比較好 不然短線就是這樣 頂多熟度這個低點就這樣震盪 那一樣這個低點喔 是145.9不能跌破 那不然就要特別注意 我現在請教一下這個陳映 因為畢竟你剛剛提到 喬水是一個非常關鍵性的指標基金公司 他進去的話一定是有看到什麼樣的一個 有利可讀他才進去 你怎麼觀察 應該說喬水這一兩年突然爆紅 過去其實大家沒有注意到他 爆紅的幾個原因 因為他的平均報酬率 竟然可以11.9 打敗這個標普的9.5 而且更重要的事情是 他幫客戶操盤這樣子累積的獲利 已經達到500億美金了 超過索羅斯的量子基金 而且更重要的是後來大家發現 因為大部分的基金都是 VIP客戶在買 但是他的基金 有350家的法人在買進 所以法人也是他的客戶 也是他的客戶 所以呢我們在看他的操作的時候 發現一個很重要的 首先我們看到在過去幾年 幾次的大跌的過程當中 我們看S&P500都是跌嘛 都是大跌 但是他不但跌的少 甚至還可以賺錢 這個就是他厲害的地方 多空都有做 那當然他在操作最有名的策略 就是他叫風險平衡 他不是股票多債券少的方式 他是誰的波動越大 他的比例越少 他是用這樣子來做一個平衡 所以你會發現他的股票30% 然後債券加起來達到55% 但是他就能達到這種 績效的一個成果 這是他今年年初發的一篇報告 我只把標題翻出來 他現在怎麼看全球的 他說問題是時間 還有接下來衰退的情況 所以表示他就是看壞嘛 只是什麼時候多嚴重而已 所以他基本上是看空所有的金融資產 而且他自己發表的一個概念裡面 他其實就認為說 在一個通膨持續升溫 但是經濟成長減速的環境裡面 你必須增加黃金跟原物料的操作 果然他在去年年底的時候 不論是SPDR的黃金的ETF 還是iShare的ETF 他都大量增加 所以他黃金現在目前應該是套勞 應該是套勞 但是對他來講不重要 因為他是一個配置的概念 但是他的看法長期下來 其實都是打敗大盤的一個變化 那他現在進中國大陸的股市 好玩的地方就是說 他在看空所有的金融資產 對不對 可是基本上我們剛才大K也講到 入股就是很難放空啊 你錢進去 我不是說我可以再去做一些 空方的操作 所以他現在進來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第一個 他如果要看空 他去放空港股的這個籃球股 就好啦 或者是海外的A50期 而且還比較方便 對 但是在這裡是很困難的 而且他的金額這麼龐大 大陸非常流行私募基金 所以大家已經發現他進來了 然後再來是說 他不是現在要開始買進 他是六個月以後開始發行 所以從時間點來看 很有趣 六個月喔 六個月後他會開始買進入股 所以簡單講 他認為六個月之後的入股 是有搞頭的 相當有可能的 我們去看這個整個月線的這個KD指標 發現過去只要在20以下出現黃金交叉 基本上都是大長期底部 大長期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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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例外 可是問題是最近還沒有在20以下出現 低打黃金交叉 還需要一點時間 但是從過去的經驗來推估 三到六個月 正好就是橋水看著 太巧了 你看他申請的這個時間段 那可是這樣為什麼一直跌 大家看的東西是不是不一樣 所以基本上可以看得出來 基本面並不差 重點是資金流動性帶來的一個問題 所以底部的特徵其實有出現 為什麼 因為目前深圳的A股本益比是24.4倍 上陣只有13.6倍 既然低於國際市場的底部 13到16倍 所以我們最近也發現了 各家大型的保險機構 既然開始在加倉A股 持續買進地產化工建築銀行保險 他們說他們說價值投資區先來了 中長期的機會是大於風險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橋水進來 絕對有他深思熟慮的地方